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你讀詩嗎 我必須要很坦承 我讀詩的時候 常常看不懂 也不知道為什麼詩人要這樣寫 他們的腦袋究竟在想些什麼 為什麼開始寫詩呢 今天影響世界邀請了 詩界的三人男孩團體 他們號稱是文學超男子 今天非常高興 同內有三位詩人 首先是孫德欽 德欽你好 惠琳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有些影子怕黑的作者 孫德欽 接下來第二位詩人是鄭哲涵 惠琳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最快樂的一天的作者鄭哲涵 接下來另外一位詩人是黃伯萱 惠琳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附近有人笑的黃伯萱 邀請三位詩人來 我心裡壓力很大 因為一位詩人 我就已經招架不住了 何況有三位 我們可不可以先來談一下 為什麼你們要組成詩人界的文學超男子 因為我們勵志要成為進軍國際的男孩團體 你真的有想過嗎 沒有 好 其實我之前跟逗典的社長陳夏銘在開玩笑說 所以你們是推出了一個詩人界的SHE嗎 是這樣嗎 就是你們一定要用男孩團體的方式來呈現 其實我們就是三個人原本就是想要一起出書啦這樣子 然後這其實要從大概兩三年前開始說起 這故事非常的長 就是其實我們那個時候都還沒有滿30歲 那就是想說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研究所同學 然後都有在創作 所以就想說 那30歲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來做些什麼 有紀念性的事情 當作一個凌晨碑 聽起來都很陽光健康 結果他們都說不要啊 因為好累 因為太累了 後來就被吐槽說出詩集也沒有比較輕鬆 對 所以出詩集是誰的主意 然後最後就是出詩集吧 心中其實都有那個原本 對 總是會出的這樣子 那如果沒有出怎麼辦呢 不是通常都這樣嗎 我們一定要去環島啊 不然是我們一定要完成鐵人三下 然後沒有做到的人怎麼辦 沒有出的人就要在額頭上吃一個肉子 肉 哪一個肉 牛肉的肉 魔鬼精肉人的肉 對 你就是一個漫畫的角色 他就是額頭上就是吃一個肉 然後全身就是非常壯 然後在摔角的那個角色 問為什麼是這樣子的懲罰 因為很丟臉 對啊 走在床大家都會看你 所以還好你們真的三個人出了詩集 其實今天粉撲得很厚啦 其實已經刺了 看不出來 其實三個人一起出詩集 我覺得這是 這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 而且聽說你們在出詩集之前 做了很多的準備 一年之前就組成了一個 微微夫人煩惱相談式的團體嗎 這個事情是 就接續剛剛講的 我們三個就想好說 好 我們要出詩集 然後就去找了 豆點文創的老闆 完成下的名談 然後他就說 好啊 那但是因為你們三個 就是老實講就是沒有 不大有人知道我們是誰 所以說那我們就先來弄一個專欄 讓你們三個人一起寫 看你們要寫什麼都可以 真的嗎 他說寫什麼都可以 對 他說你們就想一個 然後來跟我討論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討論了老半天 然後討論了好久 然後我說 討論也只能寫搞笑的 然後我們就寫了一篇 今天就是微微夫人的煩惱相談式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就是那種 回答問題的 回答各種疑難雜症的一個專題這樣 那當然問題一定是我們自己亂拟的 然後當然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自己做了一個連結是說 好 你也可以來讀著投書 來發問問題 然後我們會胡亂回答 然後微微夫人就永遠不會在 永遠是由我們三個 我們都很認真回答 什麼胡亂回答 被吐槽 可不可以講一下有什麼問題 然後德青怎麼樣很認真的 很認真的 Live 對啊 曾經被問過什麼問題 被問什麼問題 外星人都被問了蠻多的 外星人是被問蠻多的 例如說 那個女兒被外星人抓走了怎麼辦 她提出了非常非常過分的要求 請問該怎麼辦呢 然後我們就 所以微微夫人說 好 那我們就回答什麼 他們第一版 總之我們就是每一個人 都先回答一段 我們各自的看法 然後都是非常的 嚴肅跟認真的 你這樣講得不到笑點 其實就是我們會在那邊 努力的把近期的 時事跟笑點都放進去 然後就一直亂接梗這樣子 然後就沒想到到後來 真的有超多讀者 投那種很厲害的問題來 有那種非常非常長的說什麼 有一個問題很厲害是 她的署名是小名氣夫人 然後她問了一個問題是說 什麼老公就是整天在家愛裸體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就要我們幫她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也有那種很多 很多出版界的女生來問問題說 沒有男朋友怎麼辦 好 其實這個問題 可以叫爆雷嗎 可以這樣說是誰嗎 這樣好像不太好 沒有啊 沒有說是誰 其實威威夫人相談是在出版界 還滿紅的 所以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就故意去問問題 對啊 出版界真的有很多的女生 還沒有男朋友 然後在這個領域裡面 像三位這麼英俊的三位詩人 還真的很難找 所以這個問題你們怎麼回答呢 當初怎麼回答 當初還沒回答 沒有回答 一個問題就繼續延宕下去 就是 因為我們的特色之一就是 絕對不正面回答問題 特色之二就是要拖很久 我們那個問題大概已經累積了 二三十個還沒回答 差不多 有人拿到你們的詩集是說看不懂嗎 會說字有點小 因為長輩都是這樣 排版怎麼會 排版上面怎麼會空 不硬滿 叫聲音數個是 糟糕